在上次黃沐星黨部的聚會 我就單位跟韓市長說抱歉 那這段時間 這個我也多次用電話 來跟韓市長大家聊一聊 也透過朋友的關係 至少有三次要跟韓市長約見面 因為韓市長臨時有事 就沒有辦法見到裡面 至於這當中到幾次通話 幾次內容 據我所知也許多少有點出入 但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他真的就像韓市長所講的 是真心的 那真心的自然就有可能 接下來再約 因為我覺得也是不必再過度消費韓國瑜 那基本上如果要約 就我剛剛講的只要是真心的 都可以有機會能夠促成 好我們就先問韓國瑜的啦 OK喔 我們問一下就有關於現在啊 侯友宜道歉就是說 真抱歉啦 那現在就是韓國瑜說愛與包容 不過侯友宜還說其實 韓國瑜還說韓國瑜是有事 然後拒絕了他三次 你覺得韓國瑜這樣子有誠意嗎 因為如果韓粉要立即歸對的話 你覺得他能夠解決換侯危機嗎 因為昨天道歉是比較是一個意外之舉 大家想說上次兩個人同台應該是最好的場合 那麼上次應該就是一個契機 那也沒有想到突然昨天又在林杰的場子 順便有這個道歉嘛 但是當然昨天道歉聽起來好像又更具體一點 那當事人感受如何 這才是最重要的 韓國瑜韓市長本身他就回答說 他覺得愛與包容嘛 那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他已經這樣講了 我相信其他人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 至於這當中到幾次通話啦 幾次內容啊 據我所知也許多少有點出入啦 但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果他真的就像韓國瑜市長所講的 是真心的嘛 那真心的自然就有可能 接下來再約啊再談啊 好好的談啊 只要是人心都沒有問題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兩個人 兩個大人們自己要去好好解決的問題 有講到有多少次的出入嗎 就是差別是在... 其實也不重要啦 就是次數裡頭有些是當然 比方說謝龍介啊 幫忙打了電話啦等等的 那有約的時候 他人在國外沒有辦法成行的等等 那有各種原因 那只有兩個人 當事人真的通道化的時候才知道 那基本上這也是兩個人要有的默契 只要是有一方是真的真心的 總是有一天可以好好的促成的 那誰是韓國瑜市長剛好都真的沒有空嗎 就是侯市長約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也是不必再過度消費韓國瑜了啦 那基本上如果要約就我剛剛講的 只要去真心的都可以有機會能夠促成 那麼到底有幾次這個系數 我個人認為也不重要 也只有當事人知道 那我所知道的所謂的幾次的所謂出入 可能時間上不能配合等等的 或者是各種取消 但絕對不會是韓國瑜刻意要去抗拒 那麼基本上韓先生所表達的態度 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愛與包容 大家一起加油努力嘛 那小姐你上次其實廣播有特別提到 就是耳聞到郭友在啟動連署 那其實這兩天可以看到 郭和黨就要可以說是正式開戰 那怎麼看郭景奇的動作 有沒有在耳聞一些各具提供 當然我所聽到的也是來自於一個 中南部的這些地方藥腳們 所做的動作 那所傳出來的傳聞 有一說說在中常會要提出來 那有一說全代會上要提出來 那也有說就全代會讓他提名 等到全代會結束之後 幾個月之後再來做一個 非綠大聯盟的PK 這也是另外一種說法 但的確是郭台銘這裡的動作 來自於很多地方的勸進 這是事實 而且他的這個想要組織的人數 還不只是中南部而已 連在北部 我都聽到了一些在動員的聲音 那他個人這個動作這麼大 包括了連續陸續的貼文 跟發表看法 跟接下來見面會 看起來勢在必得啊 獨立參選是勢在必行 那當然會影響就是藍軍的選情 就讓賴清德躺著選囉 那連民眾黨的蔡壁如都說 基本上他有誠信的問題 連民眾黨都有疑慮 基本上接下來是不是 他獨立參選之後 接下來下一個階段 會是另外一種可能的合作 跟其他的候選人 這個不得而知 但的確如果獨立參選的話 細卡都對於整個選情來講 是真的對於在野黨非常的不利啊 那黃建廷其實有說講到說 郭台銘曾經跟他說過 他是願意當立法院長 就是這個Plan B 那你現在郭台銘又說 就是其實過去沒有這樣講 那到底誰講的是真的 黨中要這樣幫忙拆彈 真的是對侯儀加分嗎 我相信這絕對是一個負分啊 怎麼可能是加分呢 如果說真的希望把郭台銘 友善的召回來 讓他可以化解之前的恨 就是不會送 應該是想盡辦法釋出善意嗎 那你這個時候來講一個 對方並沒有同意的一個提議的話 只是讓對方更憤怒 更必須要出走跟你對槓嘛 那只是讓情緒跟激化 這絕對是不利於接下來 想要跟郭台銘先生的整合 那我相信黃建廷 我曾經聽這個郭台銘的幕僚說 本來黃建廷是他最相信最相信的人 畢竟是曾經要搭檔的參選 所以他對於中間過程 爭招過程為什麼會這麼的全面的在配合 都是因為他相信黃建廷不會害他 那想不到最後一刻他覺得 怎麼跟他所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我相信這兩個人 雙方的這個認知落差 至少在語意上的溝通 是真的有完全不一樣的結論 那以至於走到了這樣子很不利的 然後讓整個選情膠著的這一步 我想黨中上現在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想辦法私下再去做這些緩和的動作 把他的仇恨值降低 已經不是在計劃他 讓他更仇恨變成一隻憤怒鳥 那還要達到什麼時候 那你覺得如果韓粉歸對話 可以抿平這個換猴的傳聞嗎 當然這個不是我們每一個人 任何單一的個人可以去決定的事情 我相信這個是求在猴市長身上 那他勢必也會做他的努力 就是只要整合韓國瑜跟郭台銘 他就可以抿平這些就是全代會之前的危機嗎 我相信全代會之前的危機 他想要提的提案是包括了兩個部分 一個說是517真相調查委員會 希望把徵召的過程的真相 沒有公佈出來的部分 黑箱作業的部分給弄清楚 然後第二個部分當然才是說 是不是在於徵召的候選人的部分 本身是不是能夠贏這件事情 那我相信這個就必須要看看 整合的可能性存不存在 然後黨重要的態度 是不是採開放的態度 還是繼續黨紀處分 只要有不同的聲音就來處分 那只會讓整個反彈的聲音更大 讓選情更不利 你自己看現在國民黨是分裂的狀態嗎 你覺得很緩解嗎 這個大家答案都知道 都在心裡 好 謝謝喔 謝謝 謝謝 在上次黃沐星黨部的聚會 我就當美跟韓市長說不好意思喔 那這段時間 這個會多次用電話 來跟韓市長大家聊一聊 也透過朋友的關係 至少有三次要跟韓市長約見面 因為韓市長臨時有事 就沒有辦法見到裡面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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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